感受生活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晏 今天节目里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日前为人民唱歌 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在今举行 音乐会通过对作品的诗诚演绎 阐释了郭兰英融住在中国民族声乐事业中的精神财富和辉煌业绩 韵恩凤 颜维文 雷佳 张也等歌唱家演唱了郭兰英的经典曲目 亚洲曲目《我的祖国》 由89岁高龄的郭兰英和众多歌唱家共同演绎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所演唱的歌曲《南尼湾 秀金扁》等 堪称中国民族歌曲经典之作 中华艺文优秀学生教师奖励资助项目第一期日前在京启动 中华艺文基金会将在2018年到2027年10年间 无偿捐助3850万元人民币 自助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等 八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 用于对优秀学生教师的奖励及困难学生的扶持 以促进优秀青年人才成长 这种基金体现了社会对我们的支持 对艺术教育的期待 我们会给予比较大幅度的配套来支持这样的工作 推动或者鼓舞我们的师生更加发愤 去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电影人才片 由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近万家活动 日前在江苏徐州启动 启动仪式继首场慰问演出 在江苏省徐州市甲旺区马庄村神农广场举行 基层老百姓熟悉喜爱的老中青艺术家们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台精心编排的大型文艺演出 歌唱家王力 舞蹈家山冲 与当地文艺骨干结成对子同台献议 赢得观众振振喝彩 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尽管室外气温在零度左右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的文化近万家首场慰问演出 依然吸引了徐州市数百名观众前来观看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表演的评书灌口 幸福康宁 李进军表演的口气欢庆锣鼓获得满堂喝彩 蒙古族青年歌手乌兰图雅 女高音歌唱家王力 歌唱家白雪 舞蹈家山冲 青年歌手平安等也纷纷登台 演绎了十多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一块的是真本演出的效果 百一比分 百分 百分 真的 感觉到我们老百姓 老百姓能享受到那么高层次的维画 这种生活 这是没有想到的 我也很开心 希望这样的节目多到我们农村来演 本场演出的一大亮点 是来自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文艺志愿者 与徐州本地的艺术团体 业余艺术爱好者 结对子的成果展演 女高音歌唱家王力 此次与徐州市第七中学教师张恒涛 以及马庄合唱团 一同搭档演出了歌曲 《共筑中国梦》 未来王力还将与他们建立长期的指导关系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跟接对子 因为声乐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 它必须要面对面地去口传心受也好 或者面对面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想这种接对子不是一时的 我想可能明年早上我还要来 然后可能明年的春天我还会再来 要把这种接对子这种科学的 这种互帮互助的方式一直坚持下去 舞蹈家山冲带来了舞蹈《思路回》 同他一块演出的 是他结对子指导的徐州歌舞剧院的年轻演员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双 转 出 下到基层跟结队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 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上 那么我觉得进到基层 进到人民中间 那更是我们应该做的了 就是微信 电话 包括随时他们会跟我讲 然后我们会找我们最都合适的时间 然后我会过来给他们排练上课 下一步我们考虑 在全国是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试点线 都要开展这个结对子这种方式 帮助当地的文艺资源服务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 除了文艺表演 书法家们还为贾汪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赠送了书法作品 摄影家像马庄四户 四十同堂的家庭赠送了拍摄的全家福 有着香包奶奶称号的81岁村民王秀英 收到了一张由摄影家上门拍摄的全家福照片 这是我的大女儿 这是我的儿 儿媳妇 这是我们两个 感谢这个笑影师 撇得很好 得谢谢他们 我看是最好了 这个照片我拿到家 我一定把个照片挂起来 要更多人看这个香包 自这个文化 香包传承 一出色的秀工 成为徐州中药香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王秀英 不仅收到了摄影家拍摄的全家福 还近距离地欣赏到了自己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现场表演 听过岳飞传没有 我说几句啊 请坐 这次奉师父之命回家归宗认祖 天交上午来到黄花镇 一见黄花镇的向阳山坡前 寄居的人山人海 四周围坐买的坐卖的 推车的 单单的 居锅的 卖饭的 卖米的 卖面的 人挨人 人挤人呢 热热闹闹的 后来怎么样 当我奶奶来的时候 我再接着跟你往下说 哎呀 好 好 好 你们这大冷的天 刘兰芳老师 就是天气这么冷 来到我们这边 还给我说一段评书 我很激动 谢谢刘兰芳老师 四十年前 因长篇评书《岳飞传》 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的播出 而家喻顾小的刘兰芳 今年已经74岁高龄 却依然坚持每年下到基层 徐州啊 历史悠久 文风鼎盛 他说 评书就是一个长在生活里 长在人民大众里的艺术 要让群众喜爱的文艺 经常回到群众中去 越到农村 我们评书越受怀言 过去一年都走三个月 三个月要演五六十场 每年都下基层 下到县里演出 我一共演了五千多场 有记录 在刘兰芳看来 从火热的生活 广袤的基层 汲取创作的素材 才是评书艺术 不断推陈出新的源泉 近日 刘兰芳刚刚完成了百集 道德模范 长书的创作 1988年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要到南海进行 极限深潜实验 为此 总设计师黄旭华 忧心忡忡 为什么 这艘核潜艇 是他和的团队 自力更生 白手起家 克服重重困难 严治而成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工作相结合 是今年文化 今晚家工作的 一大亮点 启动仪式结束后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王小辉 及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 观摩并指导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活动 新年春节即将来临 江苏省和徐州市的 文艺志愿者小分队 已兵分多路 奔赴基础一线 过去一周里 近百位艺术家 和文艺志愿者 以先后卫基层群众 送上了17场 各类惠名的文艺演出 在两节期间 我们中国文联 各全国文艺家协会 我们直接就要组织 51支小分队 到今天是到了江苏 接下去还去云南 贵州 安徽 海南等等 我们大致估算了一下 就参与的这个文艺家 应该在600多人次 直接服务的 就面对面服务的这种群众 至少是十几万人 曲艺表演艺术家 刘兰芳老师说 每次下基层 都想给老百姓 带些新节目 每次到基层 也收获见闻了许多感动 和好故事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只有扎根在人民中 扎根在生活里 艺术创作才有 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 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 感谢观看